大人 大人啊 您怎么来了 来 快 请坐 不必客气 我是有事要与三位道长商议 好 画龙啊 来 不知大人找我们有何事 朝廷回复 边关战火不断 当下抵御外敌是重中之重 没有援兵可派 至于剿匪 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这样能当父母官吗 能增兵平乱 就不能派兵剿匪 难道这天下 就该拿老百姓的命来换吗 朝廷的决定 我无权掣肘 更无法左右 但为官的 只能尽心竭力 奉命行事 大人的苦衷我们明白 可如今事态危急 大人有何良策 这次倒是有不少百姓 自愿帮官府抗击盗匪 趁着民气沸腾 也许可以借助他们的力量 不过 那就组织一个民团 民团 好主意 有了民团 就能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 不过想让民团有战斗力 就需要一个将才之人 领导和训练他们 千军以德 一将难求啊 那就给他们找一个领头人 带着他们一起训练 既然如此 本官想请钟道长 出任民团总教头一职 这 钟道长 为了百姓 恳请你答应本官 我也替全城百姓 看九道长 慈悲为怀 拯救丧生 两位大人 千万不要这样 我知道 三位道长 不愿插手世间的纷争 但如今百姓 已经命悬一现 还望各位 务必伸出援手 钟道长 我虽然不明白 修道之人的规矩 可您真的忍心 看着万千百姓 遭受盗匪的赶尽杀绝吗 只要道长 答应出任总教头 我甘愿安前马后 任凭差遣 是啊 我虽然不算年轻 但我愿意 随三位道长 赴汤蹈火 大哥 苍生有难 我们确实不能袖手旁观 大家放心 民团的事 我一定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但是 我有一个条件 大哥 大哥 城里来信了 敏文风 为了对付我们 竟然去找那三个武修 为他们组织民团 这次要拿下灵医线 就得废掉心思了 大哥 干嘛废这个脑子 既然拿不下 也不能贫了 敏文风这个狗官 我带几个弟兄 墨锦城去 一把我收了他 我看他怎么组织民团 你以为他们三个兵医还传 就是不容易对付 我们这次 才败得一塌糊涂 我们还没找你们 你们就找上门来了 真以为有点法术 就能吓倒我们吗 不错 你们竟然敢以黑虎为名 我们开山立战 如果一点胆识都没有 我更加饶不了你们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呀 是妖界使者 只要你们乖乖服从 我肯定帮你们夺下灵阴险 心意 我们领了 黑虎寨的事 我们自己想办法对付 自己对付 你要是真的有那个本事 怎么会败得那么惨 二位道长 尚敏华可小心点啊 放心吧 画龙兄弟 一起上来看景啊 干活呢 航爷 你说大哥 从小就爱钻业兵法 这方面比我们都强 如果能亲自上阵练兵 肯定能提升民团的战斗力 为什么非要推给那个魏重生呢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大哥应该是想帮帮魏家 我猜是想的 大哥想的果然透彻 魏家父子还好直爽 这个忙应该帮啊 嗯 而且 咱们擅长的都是法术 与一般的习武之人截然不同 所以 这个总教头 让魏伯担任 确实更为合适 好 嗯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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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儿下机什么 我要参加民团 别胡闹 回家去 小孩儿你干什么 你 站住 小屁孩儿 你让开让开 你个小屁孩儿啊 你 你个小屁孩儿凑什么热闹 男子汉就得保卫家园 我也要参加民团杀盗北 嗯 还挺有志气的 挺有志气的 挺有志气的 有志气 不过 等你毛长齐了再来吧 哈哈哈哈哈哈 这都可以再长了 笑什么笑 等我长大了 把那些倒背全杀光 说得好 不过你要答应我 从今天开始 要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这样长大了 才有力气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嗯 连一个孩子都如此极恶如仇 凭这股士气就可以抗你了 不错 乡亲们 大家参加民团的热情 我很感动 不过 盗匪异常凶惨 战场之上 伤亡在所难免 不知大家 是否已经下定了决心 明大人 请您放心 我们都是自愿加入民团的 只要能保灵一线平安 就算让我们去死 我们都毫无半句怨言 就你们说是不是 我们自愿 我们都自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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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民团就是军队 需整齐划一 才能发挥最大的战斗力 为此 我特别邀请魏重生 出任民团总教头 他来教大家拂虎棍法 我们就以棍阵来应敌 魏重生 要是他的话我们同意 是 没有 是 就是 自愿是他 他不同意 怎么有人选 李大人 我这人说话直 是 你也别见怪 要是让魏重生 当这个总教头 教我们 那我还真不乐意 我也不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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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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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找了几个时辰了 什么也没有 来 神这条路走下去 可就是灵阴县城了 这帮盗匪 胆挺肥啊 就这么点人马 竟然敢登城 他们敢这么来 肯定大有文章 那有什么文章啊 我去教育他们 别轻举妄动 以免冲动伤了凡人 我在这儿盯着他们 你赶紧回去报告大哥 看大哥准备怎么办 行 盯好了啊 敏大人 既然大家不同意 就不要勉强了 毕竟 大家心急才是最关键的 对 别勉强了 对对对 别勉强了 别勉强了 总教头看重的是实力 别勉强了 与门风无关 你是我心中的博二严选 请不要退缩 爹 道长说得没错 要在这个时候示弱的话 只会让那些人 更看不起咱 算了 对 对 如果坚持要被重生当教头 我就退出民团 我也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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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黑虎寨那些盗匪 又来攻城了 明文风 出城迎战 这次让我们双方的主将打一打 怎么样 司徒长盛不仅没完话 还这么嚣张 带这么几个小贼 就赶来叫朕 大人 不如我们趁他们现在势单力薄 咱们集中兵力 将他们一举歼灭 钟道长 你有何搞见 大哥 你想什么呢 你们都不用出马 我一个人去 刷刷刷 几下全给他们摆平 不 我不这么觉得 这帮盗匪 一直都势强凌弱 今日 却如此反常 我觉得 没有这么简单 那大哥 到底 哪不简单啊 我也还在想这个问题 嗨 我觉得呀 你就是让寒烟给传染了 非把事情想那么复杂 大哥 寒烟 你可算来了 就等你拿主意了 大哥 你说得没错 我刚才仔细查探过了 这几十个盗匪 既无后援 也无伏兵 奇怪得很 他们不可能白白过来送死 这里边一定有诈 别闻疯了 你很疯 你个窝囊废 好了三个午休来助阵 还畏畏缩缩的 宁可站在上面被风吹 我说你冷不冷啊 不如下来投降算了 他怎么这么烦人呢 刀刀得刀到 刀个没完 是啊 比某些人还能刀的 不 大哥 他正羞辱我们 我们要再不出站 那脸都丢大发了 傻不傻 看不出来他们是在击我们出站吗 不是 那站就站呗 就这么几个蹦跃的小猫 有什么好估计的啊 行了 你淡定点啊 大哥还没说话呢 好好好 不战不战不战 那你一会儿让我骂他几句 我就用我口水淹死他 一个司徒长盛就够国造了 再加上你 一会儿还没打呢 整个城墙都塌了 不是 行 说不过你 我不说行了 请他帮手也没什么出息 连单打独斗的胆子也没有 我真不知道 你们还有什么脸面在身边处着 下来啊 你们都是出来啊 下来啊 我们得一架啊 大人 区区十几个盗匪 就让咱们如此的顾忌 如果再不正战的话 恐怕会激起更大的名愿呢 中道长 誓言说的有道人 盗匪提议主将对决 大人 对我们而言 这是减少伤亡最佳的方法 即便他们有诈 我们也可随机应变 大人 这恐怕不是 我同意敏大人说的 大哥 这个时候 也只有一战了 你门风 敏大人 终于肯从这个乌灰壳出来 准备迎战了 黑虎寨 恶贯满盈 天理难容 你更是妄恶之手 今天我就杀光你们这些盗匪 还灵阴百姓一个太平 你以为你请了三个武修助阵 就可以稳操胜券了吗 这天下武修多的是 我们有虎爷作阵 今天你们这三个跳梁小丑 死定了 哼 原来请了个变小的武修助阵 怪不得你这么猖狂 可惜了 垃圾再强 它还是个垃圾 只有你把它当快宝啊 到底谁是垃圾 得比过之后才知道 你们的本事 别让我失望啊 修道之日 不知造福百姓 反而甘心为虎作伤 道法再高 也是败类一个 哼 大道三千 各有各的道 别在这儿跟我那么多废话了 行行行 你们两个废话真多 大哥 我就搞定他 不许 冷静点 我们不能上凡人 你就是对面的主将 那我们来单打独斗 以免其他人出战 拿命来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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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臭不要脸的解随 不是说好了单打独斗吗 大哥的话全忘了 听紧点 随时出手就远 真默契 随时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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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出手